我告诉你哦 以后黄瓜买回来就别再凉拌了 您就像我这样子做呢 简单好吃不翻舌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真爱小树梁 炎热的夏季呢 已经在萧萧的走进我们了 我们的饮食呢 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其中呢最为常见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凉拌菜 就好比如最常见的凉拌黄瓜 凉拌皮丹 或者凉拌腐植 木耳等等等等 在这炎热的夏季中呢 来上一盆开胃又解腻 而在这些菜肴里面呢 相信凉拌黄瓜呢 也是很多小家庭中 都爱不释舍的一道美谣吧 黄瓜呢口感特别的心碎 不管是直接撑丝 或者是凉拌使用 口感呢都特别特别的碎爽 可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黄瓜呢 也是可以用来扁扫的 就好比如黄瓜 扫鸡蛋猪肉黄瓜片 等等等等 哇啦 大家一直用黄瓜来做凉拌的话呢 那么吃腻的 您可以试试 哇这个作法 好吃简单不放手 还在等什么呢 不妨赶紧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进来学一些吧 哇啦视频都讲到这里啦 每一个视频呢 其实猪肉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要是 觉得小熟亮的视频呢 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里那宝贵的双手 帮小熟亮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首先呢 整本是要先准备数量的黄瓜 今天呢 送我自己一个人吃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两根啊 五斤爪右的黄瓜 简单给它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下面呢 我们要简单来给它欣喜 整本呢 在吃黄瓜的时候呢 切记不要把皮给它削掉哦 所以整本在欣喜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往里面撒入少洗的关节盐 下手去给它揉刷一下黄瓜 因为啊 黄瓜我们都是带皮湿的 食用盐呢 还可以洗到一个杀金消毒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要用食盐 把黄瓜表皮简单去给它搓干净 简单捉捏 搓几个五六吸吧 就试下 然后再用流动的混合水 进行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黄瓜洗干净了 炒起来呢 吃起来 大家都会更加的放心 黄瓜洗干净了 咱们再把黄瓜头跟尾给它切掉 不要 然后再从中间啊 给它一分为二 再给它二分为四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咱们用晒刀 沿着将里面的瓜狼呢 给它去掉 不要 因为瓜狼的水分呢 可是特别的松足 因此咱们在爆炒的时候呢 要将洗给它去掉 把所有的瓜狼 先不过等下 剔除干净 所以呢 咱们在爆炒的时候 才不会炒着炒着 被炒出了一锅水 处理好之后 再将黄瓜给它改刀 切成清干的银行块 那呢 这形状呢 大家也是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取些就可以 也可以给它切成薄片 也可以给它切成长条 都是可以的 先布切好之后呢 整本简单 给它装进一个小碟中 小碗中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开始要往里面 加入50克转肉的白糖 下手去给它捉拌晶莹 用糖呢 把黄瓜 盐一盐 可以让黄瓜的口感呢 变得更加的脆爽好吃哦 然后捉捏晶莹之后 先给它放一边 站着不要动 下面呢 咱们再准备点其他配料 准备一小把的大蒜 先用上里嫩嫩的小手 直接轻轻的给它开碎 最后再做成性感的蒜末 装进行碗中 站着不要动 然后再来 一小把的性感的小米辣 剪刀给它剪成长长的小端 全部装好之后呢 咱们给它放在一边 站着背晕 接下来呢 咱们再掏出一块 八八连的五花肉 五花肉呢 咱们买回来之后 可以给它放到冰箱 简单 等个20分钟 这样子呢 咱们在吸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均匀 然后呢 再把五花肉呢 给它盖刀 吸成厚厚的薄片 吸好之后 简单装入碗中 站着不要动 下面呢 咱们再来调个微 往里面呢 倒入少许的味极签 松手 然后再来 一丢丢的蚝油 提鲜 少量的水淀粉 然后下手 吸给它多拌一会 这样子呢 融上里面的 这个五花肉呢 更加松分的乳味 拌拌均匀之后呢 咱们先给它放在一边 好了 那么这会呢 咱们的黄瓜呢 也已经研制好了 可以呢 看到啊 里面已经淹出了 不少的水分 接着咱们在往里面 倒入少许的清水 简单给它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一些糖分呢 给它清洗掉 然后再给它装在碟中 这样子 备用 好了 那么下面呢 就开始洗锅了 先从老王家里拿出一口 祝酸的老铁瓜 先把锅给它烧到快乐 然后呢 再往锅中淋入少许的食用油 把猪肉呢 放到锅中 进行去给它瘪一点 把里面的一些油脂呢 给它瘪出来 瘪出里面的香味 先从这样子呢 发面金黄 接着 人们再把蒜末呢 还有小辣椒 一起放进来 继续呢 给它翻炒两下 简单 把它里面的一些蒜香味啦 麻辣味啦 全部给它炒出锅中 变出香味之后 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 往锅中倒入黄瓜啦 黄瓜倒进来之后呢 切记这回呢 我们一定要开始大化 快速进行去给它翻炒 简单呢 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九十秒 也就是啊 两分钟左右 给它翻炒晶莹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简单炒个微 想要做出来的黄瓜呢 鲜香脆爽啊 这条量呢 也不需要太多 往里面呢 吃入一丢丢的服用员啊 三十八粒的黄色积粪 带来五十八克的白糖 接着整本地区开启大化啊 简单给它翻炒两下 把锅中的调料呢 全部给它翻炒均匀 多给它翻炒两下 这样子呢 里面的黄瓜还有肉片呢 吃起来呢 会更加的入味 就是这样子呢 剩黄瓜不注意 来给它空中 三百六十度翻个身 然后呢 就可以明明出锅了 黄瓜这样子呢 给它做出来呢 真的是比凉拌的还要过瘾 还要好吃哦 啊 真的是太香了 黄瓜呢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呢 看起来呢 就十分的有食欲 吃起来呢 味道呢 也是特别的心碎爽口 入味又解散 那里面呢 酱香味也是特别的香浓 尤其呢 是里面加入的性感的五花肉 吃扫出来的黄瓜呢 香气会更加的扑鼻 更加的美味 这样子一份简单的爆扫黄瓜啊 就做好了 是太香太美味了 家里呢 连挑食的小孩子呢 一下子呢 也能多吃上个两三大碗的大米饭哦 凉拌黄瓜你要是吃腻的 那不妨试试我今天的这个做法啊 真的是实在太香了 黄瓜呢 用这个方法做起来呢 真的是比凉拌黄瓜 还要好吃 还要挂晕 清脆爽口又美味 做法呢 也是十分的简单 大家要是觉得小厨家的做法呢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妨把视频呢 给它收藏起来 自己有空的话呢 在家做一下吧 或者家里要是来客人的话呢 做上一份招待客人呢 都是十分的有面子的 好了 那么这些的扫黄瓜的方法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或者您还有更好的意见 以及一些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啊 评论区留言以及分享哦 更多的朋友呢 啊 其实更多 收益更多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